还有半炷香的功夫可就要查出来了 到时候朕不管是三公九卿还是皇亲国戚 必定也办不可 这是康熙皇帝首次见识索额图与朝廷内外的恐怖势力 猜忌之心就此而起 索额图逐渐走向覆灭的道路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索额图的亲自督战下 首次武力攻台以洞庭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让打败了肯定要有人担责任 更要追究一下武力攻台的决策是不是正确 找人担责很简单 责图返金以后就被降了两级 剥夺双眼花灵 可这次决策的正确与否 可直接关系到康熙皇帝的权威 康熙皇帝要如何甩锅呢 很简单 证明海战失败的原因并非决策性失误 而是水师统帅的原因 于是时任福建总督姚启胜 便成了最合适的背锅侠 朕一已决明日传旨 姚启胜可以去定由 康熙皇帝当然清楚姚启胜的重要作用 更何况 这次武力攻台的失败和姚启胜的关系并不大 甚至毫无关系 可自古以来有错不一定罚 对了不一定讲 对和错皆在领导的权衡之间 朕绝对不能承认武力攻台有误 朕现在只有器具报帅 皇上天子 满朝文武可以叽叽喳喳 唯有皇上必须独断 要知道皇上的权威比正确与错误更重要 惩罚一个姚启胜 大清国还是大清国 可如果承认武力攻台失误 将会严重影响康熙皇帝的绝对权威 大清国就很可能不再是大清国 还是那句话 领导不能有错 错了也是对的 对和错的取舍在于领导对全局的权衡和判断 你对了 但却影响了大局 你也是错 你错了 但对于大局有着积极影响 你就是对 如果对和错牵扯上了领导 那你一定是错 领导一定是对 注意 这可不是什么后黑学 这是千百年来的围观经验和大局观念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维护了领导就是维护了大局 就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可在丁优之前 姚启胜案例给朝廷上成了一道谢恩哲 在这道谢恩哲中 康熙皇帝又发现了一个可以彻底撇心责任的关键 审案就在朝会上公开进行了 在攻打台湾之前 福建总督姚启胜给朝廷上过三道级数 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 朕仍然没有见到那三道级数 陈廷静 陈在 你把那三道级数的大致内容说一说 第一道姚启胜建议罢用荷兰兵船 第二道姚启胜弹河洞庭水石普赖纵兵为祸 第三道姚启胜奏请朝廷抓紧组织 只属于朝廷的大清水石 除去第三道奏书的常规建议 第一道和第二道 这道姚启胜也不会按照原方案 啥意思 陈在 这三道级数是上城给兵部的 你见到了没有 并皇上 陈没有见到 为什么 回皇上 攻台期间 福建方面 总督 府台 军门 先后给兵部递送过二百余道奏书 渐渐登记造册 有案可查 断补此书 如有 陈既是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扣押 康熙皇帝非常清楚 扣押前线奏书 这等大罪 如果背后无人指使 兵部没那么大胆子 甚至连兵部上书都没这么大胆子 可既然要查案 那就要让大家心服口服 那就得一急急追查 直到查出这三道奏书到底在哪 兵部上书没见到 那就继续往下查 好 好嘛 这么着 朕给你一个时辰 你当着百官的面 一急急地查下去 非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时间限定 环境限定 而且还是康熙皇帝亲自主审的当庭调查 如此限定条件下 通风报信绝无可能 背后串供更是别想 哪怕是临时交代 都完全不可能办到 就此来看 要想查清楚这桩案子 就只是时间问题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询问了左右两位侍郎以后 兵部上书给出了清查命令 立刻传命 兵部下属各司的八位主事十六司案 三十二笔铁士 全部到前秦公寓街下待命 令 为了防止意外 康熙皇帝还配合添加了一层保险 李德权带着侍卫 你陪他们去 可就算如此 康熙皇帝就能很快找到 事情的真相吗 高高在山的康熙皇帝 到底低估了幕后黑手的恐怖实力 甚至没弄清楚 官场到底如何存在 有些事 压根就不用另外交代 他们只需要想想后果 就能立马做出理性判断 集合的消息传来 两位当事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莫大人 咱们怎么办呢 莫大人 咱可不能去啊 皇上陛下百官眼前 咱们丢不起这人呢 哎呀 不去不去都得死啊 去了不也是个死吗 会死得更惨 那那那 你看还是写遗书吧 忍罪 总会有人照顾我们家小的 其实 包括康熙皇帝在内 满朝文武都清楚 这件事就是索图背后之时 可索图是何学人也 皇上的岳父 皇后的亲爹 太子的外公 本朝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 康熙朝初期 第一外戒家族的领头羊 备受康熙皇帝信任 和倚众的当朝首府 这些身份加在一起 用四个字就能概括 全是滔天 所以摆在两位主事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要么当朝揭发索图 索图或许会受到相应处罚 但两位主事肯定活不了 连带着背后的家人都会遭到疯狂报复 要么主动揽下所有罪过 自己还是活不了 但家人会得到妥善安置 这样的选择题还用选吗 两位主事很快做出决定 书写认罪书 揽下所有罪过 然后悬梁自尽 并不彻查的同时 康熙皇帝还在朝堂上使着攻心计 这位臣工 朕给你们个机会 如果你们当中 有谁下令扣押了这三道疾书 就说出来 认个错 朕从宽处理 还有半炷香的功夫 可就要查出来了 到时候 朕不管是三公九卿 还是皇亲国戚 必定也办不可 康熙皇帝虽然给出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承诺 但满朝文武心里都清楚 如此罪过难逃一死 就算是索额图这等皇亲国戚 也会被一炉到底 彻底断送政治生命 所以不到最后关头 不到证据确凿没人会承认 更何况 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就是康熙皇帝和索图之间的 一场心理战而已 牵扯其中 却无半点好处 仅仅等待最终结果 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只是 康熙皇帝这句 不管是三公九卿 还是皇亲国戚 必定严办不可 似乎已经指明了 自己的怀疑对象 索图再也坐不住了 竟然主动给出了表态 禀皇上 如果查出了三道书 是陈寇压的 那么即使皇上不杀臣 臣也要饮罪自尽 干嘛要急着表态 不是还没查出来吗 因为这三道书中的两道 启用魁依宫台 与调用蒲赖水师 都是臣立主的 口书的话 对臣最有利 看来 列位成功都已经怀疑 是臣所为了 问题来了 索图为何能够如此自信 笃定两位主事 不会供出自己 首先 他相信自己的恐怖实力 会让两位主事 给出正确选择 都是官场上混的人 这点轻重 还是清楚的 更重要的是 这是索图目前为止 唯一能做的自爆办法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却将惩罚设定成了 饮罪自尽 啥意思 事实一旦查清 索图就会立马进入 异罪程序 按照大经律 必死无疑 可有了这句 饮罪自尽 索图就能牢牢把握主动权 用洋装自尽 来换取满朝文武的囚警 逼着康熙皇帝 从轻处罚 其实 这个局面就是无解的局 真要查实了索图的罪证 就连康熙皇帝 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当然 康熙皇帝足可以相信 大清的官员 相信他们会给予索图保护 更会给康熙皇帝 一个台阶 禀皇上 臣查出来了 有没有那三道级书 有 谁扣下的 斯安没落 王有名 两个人都以为 对方承送上书房了 结果都没有追寻 刚才查出的时候 这三道书 仍在乡底搁着 传两人 秉华上 二人畏罪自尽了 临死前留下一书 承认是读之过失 无人指使 哦 最后这道命令 康熙皇帝明显有些不懂事了 如果两人没死 你又该如何收场 真就一直追查下去 真就查清索图的罪过 然后严办了索图 两人畏罪自尽 既能让这桩案子完美落庭 又能让康熙皇帝撇清战败的责任 还能保护一位朝廷重臣 进而维护康熙皇帝和索图之间的君臣关系 实可谓一举四得 索图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想必康熙皇帝心中的石头也到了底 只是远在福建的索图能操控兵部 尽在朝廷的索图能逼死两位兵部主事 如此恐怖的朝堂势力 到底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忌惮 这位朝廷大佬的末日征程 算是正式开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